这个部分的话,我再重复一下,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会提到这边,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好同学,因为开班的同学有说明,为什么这本书很好,没有介绍给你们,当初我们是想到说,因为就是这本书是同学是上网订的,不是我们叫老师叫你们买的,上网那边已经有写了,当成参考书,那我认为的话呢,是有一些部分的话,它写得很好,因为很详细,所以才提出来的,即使是你没有买, 老师全部upload上去,你看这个,我每一页都是用scan的方法,scan过去,所以同学,你没有书,你也是有,玩一下那个,对啊,好这个话呢,公司怎么推倒过来,已经讲了,然后呢,到后面那边我有讲到,如果,我讲哦,如果,如果什么呢,如果你的磁场,假设磁场这个方向,跟你的charge particle进去的时候,假设这里是正电荷,这样进去,哇,它没有垂直, 同学要分解,你可以分解速度,你可以分解磁场,总之是你去分解呢,让你的B跟V垂直,可以吗,就这样,OK啊,所以呢,这里有讲到,那如果是你的磁场这个方向,磁场这个方向哦,然后你charge particle进去的时候,注意啊,跟你的磁场方向是一样的,正电荷,好同学,它不会受力的, 因为你的B跟V是平行的,它又没有垂直,我把它分解成这个vertical,B没有component,把V分解vertical也是没有component,所以这种的情况不受力,在这里有讲到,因为这边用文字嘛,我用图案来解释啊,这个同学要配合,OK,然后的话呢,如果不同的角度,你就可以分解,分解,你可以分解是你的磁场,你可以分解你的速度,什么都可以, 谁的mark没有关,把它关起来,这样的话不受影响,好,那么这个的话呢,是要可以去分解的,像这里它就分解了,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画给你一个垂直,意思是算呢,你要去拿V跟B要垂直,就可以了,假设这个是V,我们的V,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V这个方向,你的B是这个方向啊,你看你的V这个方向,没关系啊,同学,我讲的向量嘛,所以我说向量很重要的啊,OK,假设这个话跟这个话呢,只要假设是dita, 那你要垂直,那怎么做,你可以把这个V换来分解啊,Vcos这里,Vs,你看这里,当你把它分解的时候,这个component是Vs,dita,那现在是你的Vs,dita,是不是已经跟V垂直了,那有没有Lauren-Force,有咯,就这样子不了,所以很多东西会很复杂的,我用简单的方法去解释,那么你们就会了,OK啊,好,这是中文的,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我们在讨论的话,是什么,Velocity Selector,速度选择器, 我英文也是有的,只不过是这个我就讲,好,第一个的话呢,是我要告诉你什么,这个Charge Particle,如果只是进气,Electric Fuel,只有Fuel,它会得到什么,Electric Force,OK,一样的情况,如果这个Charge Particle,如果进气,只有磁场,它会有什么,Lauren-Force,明白吗,现在它就告诉你的话呢,是我们的话呢,是要去调整,调整什么呢,使得你的速度从这边,这样进去,出来这里直直,它是Undeflect, 它会有什么,如果没有Eat,如果没有Eat的话,有条件,什么条件呢,Lauren-Force equal to the Electric Force,两个力相等,那么得到结果什么,你的V等于是E除V,那它就直直的走了,这个部分,所以它水平的一个情况,意思是它不会偏,不会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告诉你在这个里面,这里,我画在这里啦,在这个里面,它同时受到Lauren-Force跟Electric Force,那我讲的这个,这个话是正的,如果是讨论电厂, 你电厂给它的力是哪个方向,向下,对不对,同学,因为这里是负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是Electric Force, this one is Electric Force,电厂的力 OK,电厂的力,电厂的力的话呢,我们英文,我们写FM 然后呢,这个的话呢,这个Charge,受到磁场的话呢,我们讲的是Lauren-Force,那么Lauren-Force刚才讲的,你怎么知道你的方向向哪里,用什么,左手,还记得我讲吗,左手,好,你拿起你的左手 OK,好,第一个,First Finger,指向我的这个萤幕,进去哦,就是说呢,眼灵你的脸 First Finger,OK,Second Finger,这个方向,那为什么这个方向就是电流方向呢,因为这个是正电荷,注意哦,正电荷运动的方向跟电流方向是一样 所以呢,同学,你的中指,中指指向这个方向,中指,这个方向,你不要讲啊,你的手指尖指向这个方向,OK,好,你按照我这样回答 同学,请问,你用你的左手,OK,FMing Left Hand Rule,请问你的Thumb,向哪里,回答 向哪里,用你的左手比刚才我讲的,第一个,First Finger,指向这里,进去哦,所以你的指尖指在里面 第二个,Second Finger,指向这里,这个方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Charge Positive的方向,它的运动方向这个方向,所以同学,它运动的方向跟电流方向一样 我们的Second Finger,是电流,Thumb,Direction of the Force,所以它得到的Force是哪个方向,来快点,回答 对了,向上,This one is Lauren Force,Lauren Force,你得到的,这个电荷所得到Lauren Force,这里他就用这个Lauren Force,我们都是同样,我们会用MAG,它是一个Magnetic Force来的,就是Lauren Force来的这里,OK 所以这个跟这个Equal,所以它就会Undeflect,out here 所以换了这个,你的Charge Particle Positive,它进去这里,out这里,Undeflected,所以这边就写了,是这样,OK 所以换了这里,沿着虚线的方向通过,它是怎么样,水平,这个叫做Lauren Force,然后你把这两个力相等,得到这个结果,你可以看到,左边有Q,右边有Q,底下掉了, 你就会拿到这个,那这个的话,你考试的时候直接可以用V,等于是E to B,你背公式你要背好了,有的几个字是重复用的,所以你要懂的,这里的E,就是电场,这里的B,是磁场,那这里的V,B是什么呢,这个,这个就是,你的这个速度,在这里,的速度,OK 然后Touch Particle Moving Horizontally,就这样,这个英文我是有放的,OK 好,我先去那个英文的部分,过后我再回到这边,因为这边里面很多题目的,我都会在讨论的 好,我们去英文的部分 好,同学,这个的话呢,是,我要你们哦,下来,你们要下来,你没有纸张,没有印表机,你下来,放在Bandria里面,时时都可以看,那么你就有资料了,不要说一开学的时候,一大堆东西,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我全部放给你们了,所以每个同学都有,OK,好,这里,那这个是讲Lauren Force,那这个是英文的,那么Lauren Force是怎么产生的同学, 注意看,我有title的,Force on charge particle moving in magnetic field,that means your charge particle move into magnetic field,move into,那 move into magnetic field,你的 magnetic field有很多种啊,这里的话呢,是叉叉叉叉叉,所以我的磁场是进入纸张,我看我有点吗,我这边都是叉叉,没有关系的,OK,好,那么呢,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呢,是,你可以看到这里,我用我们的Lauren Force的话,这是他的公司,BQV,那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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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呢,他没有推导出来这个怎么得来的,我们中文的话呢,我们上午的时候已经上晚,所以你们考试直接用,Lauren Force的你是F,你BQV,OK,那B跟V是垂直的,perpendicular,then you can use this formula,OK,那意思说,Charge particle move into我们的,我们的magnetic field里面,Charge particle它的velocity跟你的B,垂直,那么你公司直接用这个公司,那你Q呢,Charge particle,maybe your charge particle is positive, maybe it's negative,听懂吗,所以这边用Q,因为可以正电荷,可以负电荷,OK,那么这里V是velocity,V的话呢,是我们的磁场,uniform magnetic field,或者是magnetic field strength,或者是magnetic field intensity,全部都是磁场,所以这个单位是Tesla,这个单位是meter per second,这里是空轮,OK,力的话当然是牛顿,好,同学,你可以看到这边我画给你很多个,所以这里我讨论的话呢,是正电荷,OK,正电荷,OK,正电荷,好, 好,现在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刚才讲的话呢,是他会受到我们的Lorent Fox的影响,我没有告诉你的话呢,当他垂直进去以后,他做的是一个圆周运动,这个是圆周运动,circular motion,OK,圆周运动 那么,你看到时,我们来看,先看这个,OK,好,这里的话呢,是正电荷,你看,那他的velocity这个方向,好,同学,用Flamming left hand rule,拿起你的左手,左手啊,好,第一个,你的first 第一个,进入指章,因为是差,同学,手指尖指向你的电脑,听清楚啊,有没有配合,同学要配合,你才懂我在讲什么,OK,好,第二个,你看,你的charge particle,这个方向,所以同学,你的second finger,你的中指指向右边,那是不是你得到这个方向啊,是不是啊,是,你得到这个方向了,你在看这个, 这个话,这个话也是一样,你用你的左手,OK,first finger,指向这个黑板,进去,OK,然后你看,你的那个charge particle,它的方向是向上,所以同学,你的second finger,你的second finger的手指尖,指向向上,是不是你得到这个方向,有拿到吗,OK,好,所以话呢,同学,你可以看到,变成是,我们的这个charge particle, 一个,如果进来一个,如果进来一个,磁场很大,够大的同学,他可以做一个圆轴运动,耶,他这样真是这样绕,耶,做圆轴运动,好,那么你可以看到,它的force的话呢,在做圆轴运动的时候,你发现,哦,就是,跟我们的这个位移,每一次都是,90度,所以的话,还没有做工,哦,所以如果是问你呢,这个charge particle,进入这个磁场里没有做工,答案是,没有做工,那为什么没有做工呢,因为我们的工的定义是,工啊, 工到定义的话呢,是,工等于是,力乘上位移,力乘上位移,好,同学,我上完这一章,我会去上力学,我会上work power energy,那很重要,一定会用很多,好,力乘上位移,OK,那今天话是,你的力跟你位移,力这个方向,位移动还是移动这个方向,那么,他没有做工,哦,他变成是这样子,所以没有做工,所以容易得,OK,那么我们再看,the magnetic force will only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motion,所以的话,你的 magnetic force的话呢,让它转动,变成是一个圆周运动,好,同学,这个 magnetic force也叫做Lauren force,因为这里话是针对一个电荷所得到力,我们在讨论,前面有讨论的,Lauren force,你F,你F,你F,你B,Q,V,那Q的话呢,是一个电荷所形成的,OK,那么这里呢,他呢,只要是垂直进去,同学,他形成一个圆周运动,所以他就会有一个像心理,那这个 这个话呢,也是Work Power Energy上完以后,Work Power Energy是第五章,第六章是圆周运动力学部分,我会上,你们这个部分先用到,因为没有办法,那这个我们的 Centripental force,我写错了,Centripental force,那个spelling写错了,那么这个话呢,是我们的像心理,OK,DRI,Centripental force,那像心理的话呢,是可以做圆周运动,那么我们的像心理是谁 provide的呢,我这边有写到,OK,那么when a particle,这个,max这个,move in a circle with a speed,这个的话呢,这个就是他的加速度,A等于是V平方启R,也可以写成R,Omega平方,那么我们的像心加速度的话呢,是MV平方启R,这个是像心理的公式,所以我写在这里,那这个是Centripental force, 我们的formular是,MV平方启R,也是一样考试这种,那这个是像心理,R是圆的半径,所以这里的话我已经写了,所以R是圆半径,那么我们的这个Centripental force,这个force,那很特别哦,你要做一个研究运动,一定有人provide,provide它的是谁,就是我们所讲的Laurant force,电荷,Laurant force,或Magnetic force的一个情况,这里我们讨论Laurant force,一样的情况,OK,Laurant force, 好,同学,我们在看哦,这个,刚才我们讨论是正电荷,那如果是复电荷,比如说是像这里,复电荷,像这里啊,复电荷,那如果复电荷呢,是这个方向引动,OK,好,同学,用你的左手,判断力向哪里,快点,判断力向哪里,走到向哪里,好,第一个,first finger,进入 这个白板,拿出来有没有你们手,第二个,你看到你的V是这个方向,是圆的切线,我画的不是很好啊,圆的切线,所以同学,这个是negative charge,所以同学,你的second finger,second finger,中指,你的手指尖,请问,指向右边是左边,右边,很好,右边,因为它是negative charge, negative charge的话呢,charge moving direction,跟电流是相反的,如果我的charge是这个方向,我画在这里,假设,这里我先插掉,因为我画切线,就画得不是很好,OK,好,如果我的方向是向这里,你的second finger,要指的是这里,明白吗,因为这个是negative charge, 所以的话呢,如果是你这样按照这个笔,你用你的左手,你find out,它的force是这里,这个force是在这里的,它得到的力,OK,我在看这里哦,因为它是这样转的嘛,如果在这里,我的force是这个方向,OK,好,接下去,再比,用你的手来比,你看你的force是哪一个方向,你拿到的,升下,对了, 每个同学,你们到时候,尝试比一下,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就会看,多么困难啊,我想了很久,我说惨了咯,我的手又没有办法比给你们看,只好就告诉你,你的手指向哪里,你一个一个去看,你就会了,好,你再看这个啊,我随便这里,你看这里,这里是它这样走,当然这边的速度是一定是圆的切线嘛,OK,你看这样,这里是V,OK,一样用你的左手,用你的左手啊,OK,来,我刚好是有名单,我可以点同学的, 看它的答案是什么,来判断你的力的方向,OK,我们叫爱班,Pun Zijian,来,707号吗,学号,Pun Zijian,有人在吗,USI同学,没有回答,他在CHATRON那边回答,他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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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了,这样,OK,我要去那边看,没有关系了,其他同学,你们知道答案吗,他的答案,我等一下会看,其他同学也知道答案吗,OK,我们再问,俊辰,每次都进来辞辞的,后班同学,俊辰,你的力向哪里,你得到的结果,我得到的结果啊,我得到的结果啊,我得到的结果,他是向下,对,向下的,所以你们要会看哦,你的力是怎么样,是怎么样转的一个情况 所以真的是向下,如果比,我已经用手去比比看,是向下的一个情况 所以同学,如果是这样,他可能是这样,走这里,ok? 这个是这个的东西,这样走来走去的,ok啊同学 好,这个力的话呢,向心力,因为只要他做圆周运动,他就会有向心力 这个公式是向心力,m是质量,v就是我们的speed or velocity,r就是他的圆的半径 那这个的话,他要做圆周运动,他要从Lauren Force那边得到 所以这边有写Lauren Force等于Centri-Pental Force 那意思说呢,如果没有Centri-Pental Force的话呢,他根本不可能做圆周运动 所以他provide他,同学,所以这个力等于这个力,所以你公式就可以写了 那接下去要找什么呢?就是圆的轨道的半径,所以r等于是mv除以vq 你看这边有v,这边有v,底下掉一个v,然后去找出r,所以是mv除vq ok?就这样的一个情形,会啦,同学 所以的话呢,过后的话呢,是要去找周期 那周期的话呢,是我记两个,是刚才我记这个一格 可以找到r,然后再记这个 我没有记这个,因为这个的话呢,太困难了 因为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太多公式了 所以的话呢,是我们被主要的推导公式 因为题目一变你就会了 如果这个的话呢,你说啊,从哪里来? 我没有背这个,我没有鼓励同学背这个 我都是叫哪这个? 第1点2排r除v,这个是我们的周期的公式 好,同学,你知道公式从哪里来吗? 你知道从哪里来吗? 从我们的这边来,你知道吗? v等于是s除d,注意啊 普通的,假设我做一个研究运动 注意听啊,看啊,过后我就可以导给公式 过后你就可以背这个公式了 那你第1点,当然是s除v,对吗? s除v,对吗? 是不是? 那我讨论研究运动,你知道什么叫研究运动吗? 研究运动是这样,这边不能画 研究运动是这样子 这样一圈,OK? 然后这里是r,好,同学 请问我做一圈的话,我的周长是多少? 快点 周长是多少? 周长耶,有没有数学? 啊,二排r 所以这里是二排r 你看,我告诉你它怎么来 你就背的话,你就懂它的意思 这是二排r来的 那这里是v 那这个的话呢,我这样走一圈这个时间叫什么? 周期 啊,同学,这公式就出来了 所以的话呢,你考试的话,你直接用了 因为你懂了 这个是我推导给你们看,为什么是公式来的 所以只要是做一个圆周运动 圆周运动哦 那绕一圈所需要时间,你直接可以用二排r to v 那v的话呢,是它的speed的一个情况 OK,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我会在那里讨论的 所以话呢,是一开始当然很辛苦 我讲的,每一个东西在介绍新的东西 都要花很多时间再去讲的,怎么来怎么来的 过后的话,你们考试就一用了 那我讲的,这个你不需要背 你知道这个跟这个,这个怎么来? 我背这个,你看我这个我也是没有背的 很多同学他厉害,我没有背这么多 因为我背基本的,因为有缘理在吗? 其他都是一位一位你的数学化就可以出来了 那你马上你可以看到,你看 r等于 mv 除 bq 你很难背,但是你背这个你就懂了 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告诉你它的故事 只要 charge particle 进去食场里面 OK?我的 charge particle 不管是 post charge 只要随时,同学你要讲到他做圆周运动 既然有圆周运动的话,他就会有一个向心力 所以我的向心力会等什么? bqv 就好了,故事完了 其他都是找啊,你的 r 是什么? 就是你的做圆的半径 它的圆的半径 radius 那你就记起来了 那这个 a等于 v 平方启 r 或者 a等于 r 平方 我讲的,力学部分我们会上 这个部分是第六章 你看我们的力学才上到第四章 所以我不是要补课给你们补得很爽 是因为太多东西没有教 所以没有办法,怕上不完 所以这个部分第六章我会再讲过的 OK?所以我们先用它的公式 所以的话呢,你懂 你懂这个的话呢,从这里来 然后呢,把这个 r 带进去 就可以拿到这个公式啊 所以这个公式你不需要背 我没有背,我背基本的 因为基本的话题目变的话 我都可以用,一直可以用 OK?好,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好,现在的话我们就要看习题了 那习题的话呢,是我就要切换了 我已经把它按到这里了 OK? OK,好,这是我的习题的部分 好,这个前面那边我已经讲过了 OK?同学前面那边我讲过 我是配合那个内容 好,我们上次讲到 Example 10 现在我们讲的是 Example 11 Example 11 好,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讨论的 所以的话呢,你可以看到 Example 11 就是刚才这个部分 OK?你看 Electron with the speed 这个 Enter a uniform magnetic field of strength 这个 0.82 然后呢,Tesla Perpendicularly 所以B 跟它是Perpendicularly 所以我这边就告诉你 它是Scalar motion 所以你容易记起来 OK? 所以的话呢,你可以看到 它问你的 Force 等于多少 Example 11 Electron 等于多少 OK? 好,那么我们就看回 这个 我放在这里 OK 开错了 另外一个 OK 好,同学 这个部分的话呢 应该是我没有放给你们 同学这个答案 因为我要你们听 要不然同学都没有听 然后的话呢,全部都拿完了 所以这个部分答案呢 是我没有放给你们的 我要你们下来 现在我讲这个 有的同学的话 我去看了一下video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录 我不知道 因为有的同学 是完全没有看那个video 好像是我多疑 做了一件事情 所以同学,你们自己看看 如果你们真的是来不及 我为什么要录起来 给你们录音 就是因为 就是让你们呢 来不及听同学 再可以再听 当然有的同学有听了 有的同学会去看 有的同学是没有看的 每个video老师都会去看 到底是多少同学在去看 我不懂 OK,同学 你们自己 我不知道是谁 但是我知道人数是多少 好,这里的话呢 是第一个 因为它是垂直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 又再做note给你 这是我们的Lawrence Foss BQV 我写BQV 因为我喜欢备降公式 BQV 跟刚才那边有一点道法 但是总之是BQV 你看,牵涉到Q的 是Lawrence Foss来的 那么当你用这个公式的时候 注意啊 B跟V要垂直 刚好这个题目已经是垂直了 所以呢,我当然可以用 直接用 所以我说的 刚才推倒公式很麻烦 但是你会了以后 直接带 那直接带出去的一个方程 是我们算是 这种的题目是算容易的 OK 我们的题目是 Electron moving into 我们的 field里面 所以Electron的 charge 当然是1.6x10-19次方库轮 OK 所以它全部给你了B 给你了V 也给你了Q 也给你了 所以把它带到一个个 你写BQV 这里是B 这里是Q 这里是V 你不要跳来跳去 按照你的公司那边 我被BQV 因为我习惯BQV的 OK 那这个是Post 当然是你的方向 你的单位 是Newton Newton 那么呢 他呢 没有问我他的方向怎么样 OK 那没有关系 因为他没有画那个图形 我的职场 到底是怎么样 我知道是垂直 垂直有两个吧 对不对同学 一个什么进入纸张 一个什么出来纸张 OK 我们来看看 看同学会不会 OK啊这里 这个呢是Lead的大小 好方向我们就用左手 OK 我们来看 好同学 你们的这个左手的话呢 假设 他进入是这个X 磁场是X的 注意定啊 然后 这边是Electron进去的 Electron是这样子 进去 这样进去 当然是垂直 所以这个是进入纸张 这个 OK 来 像哪里 用左手快点 像哪里 像哪里 像下 很好 像下 同学 我的这个题目真的是向下 我的力 你用左手 刚刚我讲的1st finger 进入这个白板 1st finger 你的手指尖指向我的这个电脑 然后 这个的话是Electron 因为Electron是向右 所以你的2nd finger 你要转方向 转啊 你的手腕转啊 你不转的话不行 你转的话手腕 变成是你的2nd finger的手指尖指向左手边 所以你得到的力是向下 所以这Direction是向下 OK啊 好 再重复啊 如果我今天我磁场是这样呢 力向哪里 让我的电脂是从这个方向进去 好同学 力向哪里 向上 你们有比到吗 你们每个同学都要比到哦 OK 所以我换的是 我拿到的力是向上 这个 上 我拿Tum是向上的方向 好 当然这里是Lauren Force 那这个的话我拿到的是向下 如果你去比以后 它是向下 是Lauren Force 所以呢同学 Direction 我们用的是Flapping Left Hand Rule This formula find out the magnitude 清楚吗 OK 那 this formula find out theLauren Force acting on the charged particle when moving into the field 这个公司 OK 所以这个公司你在用的时候 BQV B and B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你就可以用了 好第二个 我们的可以用的话 F等于MA 因为它要你算 你的加速给你多少 啊 这个是你的力啊同学 算啦 F等于MA可以用的 所以你的A直接可以用 F除于M 这是Newton 就是我们的Elecron 那这个呢 Elecron 所得到的Lauren Force 把它带进去 加速就算到了 第三个 你可以看到 刚才我讨论到的 因为它是做 它进去的时候 它是垂直 所以同学 它呢 做的是Circular Motion Circular Motion 它就会有一个Centriple 只要是垂直进去 它们都会做一个圆周运动 只要它做圆周运动 它的轨道半径 我用R 这个FormulaR来代表 所以呢 凡是圆周运动 那这个就是向心力 公司是向心力 我写在这边了 我让你们知道 Centriple Force 的话是Mv平方出R 那这个R是Radius of the Circle 那Lauren Force 的话我们公司已经记录了 所以同学 你可以看到 我用这个来看 F等于MA 你的A就是V平方出R 那是向心加速度来的 所以这个公司 跟这个公司相等 所以这个 你就可以找到R 好同学 所谓的相等 什么意思呢 刚才我讲的 一个东西 要做Circular Motion 因为它要做圆周运动 一定要有人 provide它Force the force it provides so that the touch particle make circular motion isLauren Force Lauren Force 可以提供给它的 Without theLauren Force 它不会的 它不会做Circular Motion 比如说你看 here 你能够查 但是你的 Charge Particle 我讨论在这里 在这里 有没有 Lauren Force 啊 同学 有没有 Lauren Force Charge Particle 在这里 你的Field 是在这里 那我给你查 当然是 你的Field 是 Enter Enter the paper 或 Into the paper 你的Charge Particle 是在这里 有没有 Lauren Force 在Charge Particle 有吗 没有 没有 你这样读 你就会分辨啦 同学 你不要说 这个很难 我想不通 你都没有听故事不行 所以换的是 物理要上课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原因 所以同学 如果你的Charge Particle 是在这里 不移动 不移动 当然 没有Lauren Force 你要有Lauren Force Charge 移动 所以你可以看他的 title 我们都有写的 你的Charge 一定要进去 你的Charge Particle 移动 移动 它才会有Lauren Force 你这样读就懂啦 如果它是垂直 它就会有什么 像心力 那你就会有咯 所以 这个是刚才我讲的 我移工事 我没有背这个 因为太困难了 我们背原理 因为我们就容易了 题目在哪里考你 你都不会倒过去 那你背这个 背来背去 怎么来的 你想不起来 但是如果你记它的原理 你就会了 因为到后面 我们在讲 那个像心力的时候 全部我们都要讲 原理 你公事才可以写出来 否则你写不出来 这里是R 你去找出来 你看全部M给你了 B给你了 这个B给你了 这个B给你了 就可以算 这是轨道半径 圆的轨道半径 OK 我们再看第二题 第二题 第二题 我们再看 我们的 这个题目就讲完了 再看这个 这个话呢 是Example 12 Specific Charge of an Electron 好同学 他给你这一段话 是E除M的笔值 这个笔值来的 他给你这个 这个来的 OK 那么这里的话呢 你看他给你 Specific Charge of an Electron 你看他给你的 库轮 KG 所以这里是 这里是质量 这里是质量 所以他给你的话 是电子的 那个E跟M的笔值 等于这个 那么他就给你 Electron的话呢 with a velocity 这个 moving in a circle 他已经给你 Circle了吗 所以你马上知道什么 当然是你的B跟什么 你的V怎么样 怎么样 垂直吗 对了 因为他已经给你 他做圆周运动 当然是B跟V 是垂直的 所以意思说呢 是这个电子 进去这个磁场 它是垂直的 OK 那么他给你的话呢 你看他做圆周运动 的半径 他给你了 然后你的磁场 是一个均匀的磁场 现在他要你是算 磁场的强度 Magnetic Flux Density 这个很多 你可以看到我一直用 不同的名词 是因为真的是 很多的名词 Uniform Magnetic Field 这个是B来的 物理量 这个Magnetic Flux Density 也是B来的 它问你B 等你多少 OK B顶多少 所以同学 我们看这里 哇这个东西 就会顶到我 OK 拿到了 这里的话呢 是这样子的 OK 我把东西全部写下来 所以一样你看 我从这边 我都会从这边这样写的 我不会直接写那个R 顶什么东西 因为记不起来 所以你这样子带进去 你看你的B 这里是Q 这里是M 移过来 OK 这里的V 这里V 也掉了 剩下一个V V除R 所以这个是他给我的 这个值 那这里的话呢 是Q的是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electron 所以这里是electron来的 所以就是E除M来的 所以这个他给我了 这个V的话 我要你找的 那这个V的话呢 它的速度 OK 它梳理 那R是半斤 注意啊 这里是cm 这里是meter 换啦 V就可以算到 那这个马上你可以算出来 你的磁场的一个强度 OK 就是magnetic field的intensity 或magnetic field的一个strength 单位是tesla 其他全部国际单位 肯定是tesla 要背起来的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再看第三个 老师 你上面好像少了一个M 哪一个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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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行 这个 M移到这里了 我移位了吗 刚才我讲的吗 我要让你知道 这东西怎么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们死背那个R 你们就不会找了 你看我这样的话就懂 这个是什么laurent force 这个是什么centrepentant force move here this one 下去这边变除 这边左边有V 右边有V 你削掉一个 剩下V 然后这里R保持 所以我告诉你 是从这个方程式里面 我把M移过去 我就可以找Q to M 我的Q 是charged particle 这里的charged particle 是electron 所以是E to M 等于是this one this value is this one OK 就这样子 因为他给我这个 我就要用这个 你不要用其他的 他给你这个 你一定要用这个 你不要用这里 这里是1.6x10-19 然后这里是9.1x-31 你要follow the question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为什么要放那么多CT 因为我们的物理量 我们会用很多种方法来表示 所以要让你们清楚 有没有问题 同学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没有 没有 你看我才讲几个题目而已 没有时间了 你可以看到多么快 那时间过得很快 OK 好 因为这个剩下一点点时间 罢了 注意一下 爱班也好 校班也好 我不要再看到你们 20分钟后以后才进来 这样的话 真的是没有责任感 你前面那边 你都来不及听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办的 同学窃息太多了 我不知道你会被扣多少分 我不知道 总之是出窃息率 全部送上去了 所以老师呢 这部分 如果同学说 你来不及看 OK 我会给你答案的 但是我要你呢 我是希望你真的是 我上到哪里 你complete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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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